旅行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有特色的小店 可以成为不错的拍摄场地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在一个比较局促的空间内 如何利用周围的小道具来拍摄一组人像 我是摄影师威廉 欢迎跟随我们原来这么拍节目 一起进入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摄影师 尽当时 感觉的表演 模特在作为的时候 有时头发会搭在肩膀上 造成一个很不好看的角度和曲线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尽量要考虑这个问题 让模特把头发捋到后面 这样的话整个弧线会比较美 助于你身体尽量离花近一点 关着咖啡 然后感觉外面那个风景很美 然后这边是左岸 然后上面飞着鸽子 好 不错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用一个特殊的机背拍摄 这个动作可能会让你很难受 而且也不太安全 所以很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机背的LED取景 这样的话人就不用紧紧的贴着取景器 看出很难受的这个动作 并且会有更好的稳定性 我的老腰 可以换换动作了 我觉得这个场景还不错 但在拍摄类似场景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模特身后的背景 你往前坐一点我看 对 好的 好的 OK 稍微往前俯一点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模特的头部 和背景的这个线条是完全重叠的 现在的话模特朝前 会让后面会更干净 这个时候可以降低一点机位 让模特整个头部的背景是这面白墙 这样可以更突出模特 而不会有过多的不良重叠 旅行中我们要善用身边的道具 比如说 把它拿过来 颜色亮丽的旅行箱 在拍摄时是非常好的道具 你可以让妹子坐在上面 用旅行箱作为道具 不仅可以丰富画面 并且让你的照片更有旅行的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拍摄的不是专业模特 摆出的动作会比较僵硬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道具 让它拿在手里 比较放松 稍微弄一点 歪一点头 对 然后 加油啊 我的动作很难 对 不用太歇 你看我呢 不要掐了 蒙 好 哈喽也可以 在咖啡厅各样的地方拍摄 首先要保持低调 因为在这里很多客人都是在喝咖啡或者看书 如果你使用70-200或者是单反 很快很快的连拍会影响到其他的客人 如果你使用较大的摄用器材或者使用三脚架拍摄 最好先跟商家进行沟通 否则的话就会容易被误认为商业拍摄 A单等小型摄影器材在拍摄类似器材有很大优势 首先它的机器很小便形 第二 用大光圈的定焦镜头拍摄 可以得到更快的快门速度 让手持稳定性更高 你就刚才那样弄头发 然后歪点头 爱上自己的了 在咖啡厅拍摄时 会有其他的客人出现在画面 这时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虚化进行遮挡 并且这样做的好处 还能让照片更有空间感 在拍摄人像时 通常我们讲的是摆中有抓 如果单纯的摆拍会让工作十分极限 咖啡厅内让模特进入角色 演出一个店员平日整理或制作咖啡的情景 动作到位是引导模特的眼神 我让他自然的望向镜头 抓起瞬间的表情 场景较少时 摄影师要选择更多的机位 在单一场景通过机位的变化 使得整组照片摄影语言更加丰富 今天的拍摄感觉怎么样 以前觉得这种场景是很难拍的 今天跟你拍了一天 觉得这些简单的场景 竟然能拍出这么美的照片 原来这么拍你也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做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